其实有没有发现 现在如果说要弃毒的话 这些狗狗是最厉害的利器 像是利用货柜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 他们不但收买了仓储人员当内鬼 对于弃毒犬也是要做足功课 知道巧克力对狗的健康有影响 所以才刻意地在毒品的外层吐巧克力酱 这一次的事件就是如此 本来以为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还是逃不过弃毒犬 灵敏地受决当场破功 今天的主播精选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是这些弃毒犬其实平常的训练 真的非常的辛苦也很厉害 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弃毒方面 能够做到多少工作 机场货品堆满地 弃毒犬察觉有意 立刻在原地坐了下来 就是这个举动让海关人员起了疑心 因为巧克力里的可可碱 狗狗误食会导致中毒 聪明的狗都知道吃不得 贩毒集团抓准这个弱点 在海洛因砖外层涂上巧克力 想借此影响弃毒犬的嗅觉 规避查气 但弃毒犬平时训练有素 想蒙混过关可没这么容易 成功破获空运毒品的弃毒犬 属于拉布拉多犬 事伤比起其他品种的狗要来得高 也比较温馴 不容易受到惊吓 日前台中警方也曾经带着他们 协助领检到辖区内的夜店盘查毒品 这回更是表现亮眼 让心怀不轨的嫌犯无所遁形 记者王小华 桃园报道 执币